人生中第一次去游乐园 这是我第一次上装 第一次戴头套 第一次上舞台跳舞 会有好多好多的第一次 怎么说呢 每一个胖子都是潜力骨这句话 千真万确 这个 Hello 制作GQ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张灵鹤 为了大家能够更好地了解我 我今天准备了一些 我觉得对我来说 非常有意义的照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来 我们看一下第一张 这是我爸和我妈 还有我小时候的我的合照 第一张照片里面 没有我妈的脸 但是也有我爸 当时我记得 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问了我妈一句话 说 这个照片里的男人是谁 完全看不出来是我爸 但是长大之后我才发现 原来我爸带给我的 是说身高上面的 我爸有一米八六 我有一米八八 别人现在走出去都会说 哇 你跟你爸原来这么像 这两张照片是一个姿势 但是拍摄的时间隔了很久 前面一张我记得是我高一的时候 第二张照片是拍时光少年的时候的一张剧照 其实当时拍时光少年的时候 我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已经离开高中的校园有五年时间了 当我踏进时光少年那个学校的时候 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情景 重新回到我的脑海中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大家看得出是我吧 其实我第一次发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也没有认出来 这张照片我估计当时会有两百斤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胖 是在有一次 我的一个高中同学 他说要来我的大学看我 他就说来宿舍楼下吧 我马上就到了 我走到宿舍楼下 结果我看着他从远处走来的时候 我跟他打招呼 他就从我们旁边走过去了 他压根没认出我来 就那一刻我才下定决心说 我这个暑假回去一定要减肥 这两张照片是完美的他的时候的我 第一张照片是在拍第一场戏的时候 拍的一张照片 第二张照片是我在拍跟千雅 在游乐园的戏份的时候的照片 我当时去游乐园 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游乐园 其实还有很多的第一次 就包括在完美的他里面 我第一次上舞台跳舞 当你站上那个舞台 当你要去展现自己肢体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令人尴尬的一件事 就好在有其他的三个兄弟 他们帮我一起突破这场 心理上面一个巨大的跨越吧 踏上了第一步 其实后面就会顺很多 这个是我每部戏之后 会写的一些我自己的感想 我以前会有一个习惯 就是做摘抄 现在拍完每部戏 看完每个剧本 我对每个角色的理解 然后演完每个角色之后的感受 也都会通过我的微博 通过我自己手写的字 记录下来 然后分享给大家 这张照片是我第一次和GQ 结缘 然后当时的主题是浅色男友 以前我只觉得拍照 你就保持自己好的一个状态 保持好角度 然后摄影视灯光一配合就能拍出好的照片 这一次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拍照 其实非常需要你去给照片的观看者传递一种情绪 服装的搭配上也好 整个色调也好 都得是统一的一种传递的精神吧 希望后面可以跟GQ有更多的合作 然后也谢谢GQ给我这一次的机会 我是张力赫 以上就是一些关于我的成长故事 很高兴能够成为制足GQ的新朋友 也希望可以成为永远的老朋友 GQ Magazine You know what I mean 制足GQ 你达到